是原界放空吻中瑶中瑶被吻出幸福味? 是原界放空吻中瑶不尴尬 两人在未来电影自制电影天使微微有场情绪纠葛的吻戏 是原界说困难的不是接吻 而是如何面对一个不是真正爱的人 又能吻得让女生安心 心里很复杂 倒是中瑶一派轻松说 一放饭完就开拍这场 没时间做什么准备功夫 而且我还喝了一杯咖啡 相觉中瑶在片中哭到头痛 是原界几乎每一场都眼眶泛红 他说拍美领导演的片很烧脑 情绪不断转折 脑中的酝酿的层次得转好几圈 光是一场哭戏 我就得重来三次 只好借用王丁柱的手酝酿情绪拍完 未来电影台自制电影《天使巍巍》将于4月8日星期天 晚间9点全台首播 由周美玲指导 中瑶 是原界 唐震纲 王丁柱 李杰 王岐领贤主演 故事描述网络时代哼红了许多素人 就像天使巍巍 虽然是一个患有先天性糖尿病的病人 但他总是微笑 坚强 带给人们正向力量 有天黑粉爆料他诈骗 究竟真假虚实的世界如何判别 是原界演出后 甚至传简讯给导演周美玲 我好久没有演出这么有戏剧张力的戏 哭完笑 笑完又哭 一直要处理这样的转折 即便寒侃了 情绪依然满出来 他还说 那场医院里的戏 一方面得关心住病房的人 一方面又要处理内心中深度纠结的 情绪 整个过程80%的眼眶都是散住泪 甚至自己当下都没察觉 那种情绪的激盪很过瘾 使原界跟中瑶的情感戏也充满矛盾冲突 两人并非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感 却不得不被送走堆 一场深情吻戏 也挑战是原界的演技 他说 深情的那个文武未砸沉 但中瑶很专业 上戏很快 接吻当下就是角色跟角色 自然到我完全没感觉 美玲导演要求一下就要到点 不能又退缩害羞 否则就算亲十次都不会是导演要的 中瑶则笑说 我很少拍吻戏 拍摄前是原界先跟我说不好意思 但我说戏是假的 情感要给真 没想到却被是原界深情的文给吓到 于是让自己放空沉浸在幸福氛围 我不但事前没准备 甚至还喝了一杯咖啡就开拍 中瑶拍天使微微哭到头痛 是原界也说 拍戏当下脑袋都是一转再转 我每天情绪都很fi 跟美玲导演合作不能马虎松懈 每一场都是体力的拔河 常情绪喷发到说不出台词 一场狼盯住中枪倒的的戏 是原界哭了三次 情绪与体力已耗尽 他笑说 第一次哭是淡淡的哭 第二次哭完要再补一个镜头 但我情绪已丢完 停机五分钟后哭了第三次 眼泪鼻涕是一起下来的 鼻涕超长 是原界又补充说 我请阿丁把手借给我 握住他的手看住他 感觉住他的温度 欢笑 悲伤 住室五分钟后就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